字幕提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本讲是我们将要跟各位介绍一些 Python内建的所谓的Data Structure 就是资料结构 也许各位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资料结构这个名字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说明一下 什么是资料结构 那不过呢在这之前呢 我想要用一个比喻来 跟大家说明这个资料结构 在一般写程式的时候的 这个角色 那如果说 我们如果说这个 写程式像是煮菜一样 的话呢 那资料结构呢 它就有点像是我们煮菜的时候 使用的罐头 想想看这个像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煮一锅 或者这个美味的这个鸡汤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需要有自己去准备一些材料 比如说我们需要鸡啊 香菇啊 然后还有比如说这个 姜啊这类的东西 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需要一些别的东西 是你自己准备 可能是蛮复杂的 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 这个鲍鱼 之类的 或者说我们需要这个 这个特别熬制的某种 这个高汤 那这种东西呢 一般的妈妈会怎么做呢 她就会去买个比如说鲍鱼罐头 加进去 对不对 就会变得极美味 那这套结构就有点像这个味道 它是一个事先 已经准备好的一个这个 这个模组或者是材料 可以让你在煮菜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样把它这个加进去 加进去就可以让你达到 这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资料结构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免去了一些技术性的一些细节 我们大概说一下 这要结构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组织这个 这个资料的方法 组织资料的方法 那这个组织资料的方法呢 的特性就是说呢 你这样子组织之后呢 会让你在工作上面 是比较有效率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 所以呢 在python里面 它事实上有很多内建的 这个资料结构 比如说我们常常 之前常常看到的这个list 已经讨论过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会再另外介绍几个 也是蛮重要的 一个叫做tuple 另外一个叫dictionary set 还有datetime 那 这三个是一个一般性的这个资料结构 就是tuple dictionary 跟set 那这个datetime呢 是拿来处理时间跟 处理这个日期跟时间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事实上还有啦 你如果去网路上面看这个python的文件的话 事实上还有些别的东西 那但是我们就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挑最重要的 那 你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了之后呢 其实你可以 一些这个一般的 比较不是太复杂的问题 其实你都已经可以处理了 那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来看 这个一个一个来看 就是tuples 那 各位可能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叫做tuples 那tuples 它事实上是一个很像是list的东西 它很像list 但是它跟list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那主要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它是所谓的immutable 我们之前说这个list是mutable 对不对 你是可以去 你建构一个list之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list加长 或者把其中里面的某一个这个元素 把它冠成其他的值 对不对 它是一个可改变的 mutable 那但是呢tuples 它也是一样是一串东西 但是它是immutable 意思是说你建构出来之后呢 你这个结构呢 就不可以再改变什么 就是你不可以把它加长啊 不可以把里面其中的某个值 换掉啊 那也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 那 它跟list不一样的是说list 这个tuples它在建构的时候呢 它是用这个圆括号 那list是用方括号 那用圆括号呢 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很多是别的时候 你会用到圆括号 所以就是说我们 如果说你建一个tuple 里面就一个元素的话 你必须要用这个 一个圆括号 比如说你要建一个tuple 里面就一个元素11 后面必须要接一个斗点 必须要这个样子 这样python才知道 你说的是要建一个元素的tuple 而不是这个数字11 那所以我们看几个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建一个tuple 里面有三个元素 是112233的话 就这样买tuple等于这个圆括号的112233 然后你一样跟list一样 你是可以用这个整数的index 下去assess里面的元素 比如说位置0 或者你要倒数第一个 对不对 33 或者是0到1的位置 就是事实上就是 就是第一个元素 那这时候呢 比如说你如果是slice 这个叫slicing 对不对 大家应该还记得 那sliceing的话就是说 这边就是说从第0个开始 然后呢 在第1个之前 对不对 所以那回传的东西也会是一个tuple 那你看到他的这个 回传的这个表示 就是一个圆括号 然后就一个元素 是以后面的斗点 对不对 这个comma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我们再次强调 那 你们说为什么要有这个奇怪的规定 因为我们如果是在建构 一个元素的list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因为一个元素的list 它是方括号 方括号11就好了 对不对 这方括号11跟这个数字11 就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 因为原挂号 因为tuple是用原挂号 所以原挂号11是 事实上就是代表11这个数字 对不对 就是想讲各位在做 这个一些数值的运算的时候 也会用到原挂号 所以原挂号本身就是一个 在数值运算上是一个合法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所以你如果只有写这个 原挂号11的话 它就是变成整数11人 必须要在原挂号11的这个11后面加一个斗点 这样它才会被解释成一个tuple 那 这当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 就是这种小细节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所以你现在先搞清楚 事后就不会有这些问题 那 那所以这个tuple 就如同前面所说的 它是所谓的immutable 就是它是不能改变的 所以不能改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比如说呢 在这边这个例子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先建了一个东西叫做mytuple 对不对 所以这个mytuple呢 我们就用一个这个 用一个这个东西来表示 现在我们建一个mytuple 里面有三个元素是 11 22 33 对不对 然后它在记忆体的某个地方 你说呢mytuple呢 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save save等于mytuple 所以我们建了一个新的名字 叫做save 也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说mytuple要做什么事情呢 加等于一个新的这个tuple 里面就有一个element 是44 所以它就会做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tuple里面有四个element 所以它做什么事情呢 它事实上是这样子 它事实上是做了一个新的这个 这个 AUROKE一块新的记忆体 然后里面是1122 33 跟44 然后呢 这时候它做了什么事情呢 它 就 把mytuple呢 不再指到这里去 mytuple现在就指到 指到这里 mytuple就指到这里了 所以这时候呢 你就会 你如果说这个mytuple 你如果问mytuple是什么呢 它就告诉你说 1123 3344 如你所愿 对不对 你就是创接了一个新的 但是呢 这个saved 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一样是1123 因为现在saved 是指到原来这个地方 那这个是一个immutable的 这个变数的中间的 这个操作的方式 这跟mutable是不一样 如果是mutable的创接的话呢 它就是本来如果说是 1122 33的话 那创接它就直接在下面 再创一个44 但是 这个 这个是mutable的做法 所以list 是这样做的 list 是这样做的 但list 这个每一个位置 不一定都是结点在一起 但是就是说 它list 概念上是这样子 但是这个tuple就不是 那tuple就是它会进 奥多克一块新的记忆体 然后把所有东西都拷贝过去 好 那这个是一些比较细节的差别 那如果说这个 你不是非常清楚的话 反正就是你心里面知道 就是说这个immutable 就是说它是不可变的 那不可变的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对它的只有改变的话 它事实上是做出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把它的名字叫成原来那个名字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所以这个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些常见的错误 就是说比如说像前面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 买tuple的这个东西 你如果说你要把它加等于55的话 这样是一个不允许的operation 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 在tuple里面加是代表串接 加是代表串接 但是你加的东西本身不是一个tuple 就是你不能把tuple串别的东西 tuple一定要串tuple 一定要串tuple 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不合法的运算 这个是必须要知道的 那另外就是说 tuple本身因为是immutable 所以你不能直接叫tuple去排序内部的元素 不能做 这个list是可以做这个事情 但tuple是不能做这个事情的 所以你不能直接tuple.sold 这是不行的 但是你可以做的事情是 你可以用sorted的函数下去排序 它里面的东西 那排完之后呢 它的性质事实上就变了 那就不再是tuple 因为sorted的output 会是一个list 所以你对一个tuple 用sorted的排序之后 它output是个list 你看output是方挂号的东西 那是一个list 所以它是变成不同 另外一种的这个资料结构 那这个也是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那另外很多东西 其实除了这些 我们前面特别强调的是不同的地方 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 其实tuple跟list 它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那比如说它你可以一样用len 去看总共有几个元素 对不对 或者你可以用in这个operation 去看看说某个元素 有没有在你的tuple里面 这都是一样的 那 这个 当然这个list跟tuple 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有时候依据你的需求 你可以把list转tuple 或tuple转list 那做的事情就是有点像是 就是我们前面做的 做行别转换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现在有个list 是12233 那你用tuple 这个函数 然后呢传进去list 它就变成一个tuple 所以这时候呢 一样也是12233 但是它变圆挂号 就变tuple 那这个另外一个 比较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是把一个字串 转成tuple的话呢 它会做的事情 是会把这个字串里面的 每一个character 拆开成 拆开来 就是一个character 是一个element 这样子的一个tuple 那这也很合理嘛 因为这个字串本身 它就是 是一堆这个character的这个sequence 对我们前面有讲 那就是一串 一串这个character 所以那转成tuple很自然的 它就是会把它拆开成这个样子 好 那讲完了这个tuple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这个例子 那这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从我们上一次讲这个 台湾身份证字号的计算这个checksum 这个部分 那我们事实上上礼拜 对上礼拜我们有介绍过说 怎么样去验证一个台湾的身份证字号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针对这个最后计算checksum的这个部分 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tuple 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所以我们大概回顾一下 这个身份证字号的checksum怎么做呢 它是把身份证字号的第一个字母 把它转成一个两位的一个数字 然后呢把这两位数字 跟后面的九位 原来的后面的九位的数字 串接之后呢 变成一个十一位的数字 这十一位的数字呢 就是每一个位置会有一个不同的权重 然后呢每一个数字 不同权重之后加起来 变成一个checksum 然后再除以使求余数嘛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简化 我们就看这个没有就是算这个checksum 还没有除以十之前的那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有程式去做 这个部分要怎么做呢 所以我们就是定义一个叫做 checksum TWID的这个函数 然后它的这个参数是一个ID string 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一样就是说 这个是从上一次的这个程式来的 那我们一样就是把这个ID string的第1个位置 第0个位置的这个 的这个这个英文数字拿出来 把它转成内部的编码 然后呢我们定义了这个英文数字 这个到两位数字的中间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中间的这个Mapping 用这个list 对不对 然后呢 呃我们的这个 这个Mapping的方式就是把它转成内部编码之后 然后有一个权重对不对 权重是这样 19876543211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跑一个回圈 从0跑到10对不对 然后每次就是把把这个那个位置的权重 成那个位置的值 然后呢算出来之后呢把它累加到checksum里面 checksum一开始是0 然后最后印出checksum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就checksum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如果你的ID传进去是A123456789的话 那checksum会印出说这个这个是checksum是130 checksum是130 当然你如果不相信可以回去验算一下 你可以拿纸笔起来算一下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怎么样利用这个一些tuple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东西来修改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一个特殊的函数叫做zip zip 那zip这个东西其实还蛮有趣的 那zip 大家不知道这个日常生活zip常常用的 就是说你拉拉链的时候叫做zipping 对不对 拉链怎么运作呢 拉链就是说拉链就是他有两边嘛 那你拉链拉起来的时候是怎样 他就是把两边合起来 有没有大家想一下拉链的动作 那 最近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叫做拉拉链 对不对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那 所以zipping基本上就是把两个东西合起来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在这个一个我们在这边的这个操作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边的操作就还蛮有趣的 你看这个New ID 里面总共有11位数字 对不对 那这个权重呢 里面呢 刚好有11个权重 对不对 那如果把这两个东西zip起来的时候 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做的事情事实上是把它一个一个配对 一个一个配对之后呢 变成一个 变成11组的tupel 每一组的tupel呢 都有一个 这个身份字号里面的某一个这个这个位数 某一个这个digit 在搭配它的权重 那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这个这个 理解这个东西 那就是说呢 基本上它的想法就是说呢 你看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去 zip两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是要zip 我们这边做的事情是 zip New ID 跟wait 那New ID它本身是一个string 对不对 所以它呢就是会 事实上可以看成是 11个这个character 这边有11个character 然后每一个character呢 在zip的时候呢 就会搭配这个 这个weight的相对位置的这个数字 所以这个字串1会对到1 字串0会对到9 字串1会对到8 字串2会对到7 一字类推 所以最后这个9 就会对到这个1 所以呢我们如果说用一个回圈 去把这个zip 这两个变数的这个结果 给它印出来的话呢 会是怎样呢 它就会像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 字串1对1 字串0对9 字串1对8 字串2对7 字串3对6 一路下来 就是如同我们这边讲的 是这样子的对应 对不对 是这样子的对应 那这个就是zipping 所以你现在大概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叫zip zip 就是说它就像拉链一样 把它这样把两边合起来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有用吗 其实还蛮有用的 因为我们在做check sum 是在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是把每一个位置 apply一个不同的权重 对不对 那这个动作呢 似乎就跟这个拉拉链的这个事情 还蛮像的 对不对 还蛮像的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用这个zip 这个函数 来修改我们的这个结果 那另外就是说呢 你看这个每一个output 事实上它是一个tuple 事实上是一个tuple 所以你现在知道就是说 tuple事实上是在 这个各式各样的运算里面 扮演一些角色啦 就是说它有时候还蛮隐形的 但是就是说偶尔就会看到 偶尔就会看到 那 那所以呢 如果说我们照前面这样子下去修改的话 我们就做出一个第二版的 第二版的一个东西 前面都一样 那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呢 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newid做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用前面 前面做的那个方法 是zip newid跟wait 然后loop through所有的 zipping之后的pair 每一个pair就是一个newid里面的string 跟它的权重的数值嘛 所以我们一样就是说 因为它zip出来是一个tuple tuple的位置0就是原来newid的string 那位置1就是权重 所以我们一样是把这个tuple里面的位置0 把它转成int之后呢 跟这个权重相乘 然后呢 累加到checksound里面 那所以这个做法呢 就是 就可以取代掉之前 是loop through 每一个element 然后去抓相对的element 这个事情 那 那 那所以呢 这个结果呢 就是说在这边执行的结果 就会跟原来一样 对不对 你如果传入一样东西 就会得到一样结果 所以它基本上是类似的运算 但是是用不同的方法 那这边是用zip 比如说这样子有比较好嘛 有没有比较好见仁见智 那但是就是zip这个做法 在有些地方呢 是还蛮方便的啦 那你要不要使用是你的决定 那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告诉你说 你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呢 可以再进一步的往下走 怎么说呢 那Python其实还要提供一些别的东西 那也是就是说他们 我们常常认为这些东西 是比较Python style的东西 Python style就是说呢 它在别的语言呢 可能找不到比较类似的东西 或者比较少看到类似的东西 但是在Python的这个语言里面 是比较常见的 那我们后面会介绍两个东西 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那Python style的东西就是说呢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那就像是榴莲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喜欢人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棒的东西 不喜欢人觉得说为什么要这样子 就是没有必要 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就是介绍 这些这个比较是Python style的东西 那你可以自己决定说你喜不喜欢 你要不要用 那一个东西叫做Lambda Lambda operator Lambda operator是个什么东西呢 Lambda operator是一个定义简单函数的一个方式 那你会说什么叫定义简单函数呢 那我们在这边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假设每个函数 它做的事情很简单 它就是把传入的这个变数把它平方 所以这个层层就是开几次方的意思 所以这边是平方 所以定义好这个F1之后 你如果把F1传入8的话 它就会传出64 对不对 这个是还蛮合理的 是吧 那我们同样的事情 我们可以用这个Lambda的operator来做 你可以说LambdaX的平方 所以在这边Lambda后面接的这个X 就是相当于你在定义函数的时候的传入词 那这个帽号后面就是接传出词 然后呢 所以Lambda这个东西呢 本身就是定义一个函数 那有趣的地方就是说 你在这边定义的函数是没有名字的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取一个名字 取名字的方式就是说 你定义一个新的变数 比如说叫做F2 那F2呢 是就是去 就是说 你就可以说F2就是你刚定义的这个函数 所以呢 你这时候呢 所以说F2是一个变数 但是这个变数本身呢 是一个函数 是对应到一个函数 所以你如果说 你如果拿这个F2呢 然后呢 传进去8的话 你就告诉你是64 所以基本上呢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 一样是一个定义函数的方式 那只是说它的语法不大一样 而且通常我们在使用这个Lambda的时候 通常就是只有用 只有大概是一行 一行 那这一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通常不会定义太复杂的东西 就是说如果它是一个简单的函数的话 你可以用Lambda来定义 那这样子做呢 有什么好处呢 Lambda这个东西呢 通常呢 会搭配其他的东西使用 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个 它常常会搭配的东西 叫做Map 那Map也是一个操作 那这个操作是做什么事情呢 Map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有一个List 或者有一个Tuple 那这个List或Tuple 里面有很多很多元素 那你希望把这个里面的所有的 每一个元素呢 都Apply同样的一个操作 同样的一个函数的话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Map 这样子的Map这个operator 那所以我们 就是follow前面的这个例子 我们就说 假设我们现在有个List 这个List里面有一堆数字 我们需要把里面所有的每一个数字 都平方之后 产生一个新的List 我们想要做这个事情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Map的operator来做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List1呢 它里面有3啊5啊1.2啊4啊9啊 然后这些数字 然后呢如果说呢 我们MapF1 List1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F1 我们是前面定义的一个函数 它就是去把这个传入值平方 对不对 然后Apply到List1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把输出 把这个结果摆到Out1里面 然后呢这时候呢 我们如果去列印Out1的内容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 这个Out1这个东西呢 它是一个Iterable的一个东西 意思说你可以用Forge圈去看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把它转成List 或转成Tuple 那在这边我们就把它转成List 就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每一个就是 就是原来的平方 对不对 原来的平方 有没有 那 所以这个是一个做法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 因为你如果要用一个函数 比如说F1 你必须要在前面先定义 对不对 那有时候呢 这个东西呢 就是用过就要丢掉了 对不对 那有时候讲说 定义这么多东西要干什么 那所以另外一个做法 就是用这个Lambda Operator 所以呢 同样的事情 你一样可以是Map 但是你在传函数的时候呢 你就直接用Lambda的这个Operator 去定义这个函数 所以LambdaX 冒号X的平方 对不对 所以这边定义就是说 你传进去的东西 就是一个 会可以帮你的这个Element 取平方的一个函数 那名字是什么不重要 重要就是它可以做这个事情 然后呢 然后呢 叫它Apply到List1里面 所以呢 我们把它传出纸 叫做把它传到 Alt2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把它转成List之后印出来 所以它会得到一样的结果 所以发现就是说呢 用Lambda Operator 有些时候呢 就是说它可以让整个这个 你的这个程式呢 变得更精简一些 也许变得更可读 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变得更可读 有些人觉得不会 那但是就是说呢 这个是一个 这个很多时候你在 阅读别人的Python的这个程式的时候 你会看到的东西 那我们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 那这个Map跟Lambda 这个东西呢 就可以应用到前面 在算这个 checksum的这个地方 那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一样 这个我们现在是第三版 所以跟前面也是有点点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然后我们就把前面那个回圈跟Zip的那个东西 把它代换成这一行 所以这一行做什么事情呢 这一行就是它是一个Map的operator 对不对 那Map是要处理什么呢 是要处理这个New ID跟Wait Zip起来的那个东西 这个New ID跟Zip起来的那个东西呢 我们定一个新的函数去处理它 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它take一个Pair之后呢 把这个Pair的第一个 位置1的这个元素 跟位置0取int之后的这个元素呢 相乘 然后呢就return回来 那return回来东西摆在out1 所以out1也会是一个长度为11的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资料结构 那这个资料结构里面呢 就会是每一个位置呢 就是apply那个权重之后的结果 那做完这个事情之后呢 直接把out1 把的结果上起来 就会是我们checksound的结果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呢 你如果用这个东西下去算 这个checksound 你会得到一样的事情 所以就是说看起来似乎是更精简的一些啦 更精简的一些 那只是说你喜不喜欢 你比较喜欢最早最早那种做法 还是比较喜欢现在这个做法 你可以自己决定 但是就是说呢 这个Pair之后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在里面 那事实上还有别种做法 我们现在时间上这个这个有限制 就是没办法再介绍 但是就是说 事实上就要做同一件事情 有不同的做法 那至于怎么做 事实上就是你的个人的风格跟选择啦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Dictionary Dictionary可以说是PiPhone里面 相当重要的一个这个资料结构 那这个Dictionary这个东西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所谓的Key Value 这样子的这个Mapping的一个组合 那Dictionary有点像就是说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Key 然后对到一个Value 有一个Key对到一个Value 有一个Key对到一个Value 那这个Key可以是任何东西 Value也可以是任何东西 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有一些限制 那这个Key这个东西呢 因为是拿来对应结果的 所以Key一般来说 我们希望它会是一个immutable的变数 比如说String啊 比如说是Int这类的东西 那Value的话呢 就可以是任何的资料结构 PiPhone里面任何的资料结构 因为它它是Mutable Immutable 都可以的就是随便 那这个大概是基本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什么是Dictionary 那听完之后呢 你如果没有看过什么是Dictionary 大概还是不知道什么是Dictionary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 这个到底怎么样去建构一个字典 那所以一开始呢 怎么建构这个字典呢 就是说我们就Initiate一个字典 Initiate的方式就是用Dict Dict Dict方挂号 圆挂号 里面什么都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会 就会起始一个字典 所以呢 你如果一开始起始这个字典呢 里面其实上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印出来的话 基本上就是两个大挂号 合起来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从这里面摆东西啊 那我们现在是做一个这个英文到中文的一个字典 所以我们就说呢 这个1呢 是对到1 对不对 中文字的1 对不对 然后呢 2是对到2 然后3是对到3 4对到4 以此类推 所以这时候呢 假设我们就定义这4个而已 我们就做一个很小型的 然后呢 我们这时候呢 去印这个ENG to CN 的话呢 它就会跑出 这个1这个字串呢 冒号 1 2 这个字串 冒号 2 3 冒号 4 4 冒号 4 意思是说呢 1对到1 2对到2 3对到3 4对到4 是这个意思 所以它是一个Mapping 它是一个Mapping 那你会说 那我们怎么样使用这个Mapping呢 那这个使用Mapping的方式呢 就跟我们建构的方式是很像的 那 当然另外一种建构的方式呢 就是说呢 前面有看到这个方挂号 这个大挂号 事实上可以用刚刚的 它输出的这个大挂号的这个 这个形式 来建构这个字典 就可以直接用个大挂号 然后呢 你说2 这个字串 冒号2 3 这个字串冒号3 冒号3 以此类推 那你这样一样是可以建构一个字典 是跟刚刚会建构出一模一样的字典 所以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的 有些时候呢 前面那种比较方便 有些时候这种是比较方便的 那 那 那不过就是说呢 通常在使用这类的字典的时候 我们不会假设这个字典的这个 这个顺序 跟我们前面建构的顺序是有任何的这个关系 字典的关键是在于这个key跟value之间的对应 像在这边的话呢 2 3 4 1 这些是key value是2 3 4 1 这些是value 所以重点是key跟value的对应的关系 而不是他 这个在内部储存的时候呢 这个key value的对应的 储存的这个顺序是怎么样 所以你不应该假设 这个中间的这个 这个key value的对应的储存的方式 跟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建构的这个 这个顺序有什么关系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dictionary 就如同我们前面讲的 是用key来做index 那这个key可以是任何东西 包括像这边我们是用string 对不对 你可以用int 或者用别的东西 都是可以的 只要它是immutable immutable 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会是比较保险的 那所以呢 有了建构了这个dictionary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用key去把value抓出来 这是dictionary通常的用途 比如说呢 你说这个eng tocn 1 对应什么呢 它就会回传1 这个字串 direct 2对应什么呢 就会回传2 这个字串 那你如果 你如果去要一个这个不存在的key 的话会怎样呢 不存在的key 它就会跳错啦 就是key error5 是一个没有这个key 没有这个key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说 如果说你直接去要一个不存在的key 的话基本上python 就会跳错误讯息 所以整个这个这个程式 就会终止执行 就会终止执行 那有些时候你可能不是 不想要它终止执行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可能用别的方式下去做 就比如说呢 你事实上可以去check说 某个key 是不是一个dictionary的key 对不对 比如说你说5 有没有印这个eng tocn 的这个dictionary 如果有的话呢 再去把它印出来 没有的话呢 就不做任何事情 对不对 那像这个东西你去执行的话 就会没有任何的output 因为它就是5 5 ineng tocn 是false 所以它就不会执行print 这个动作 那另外一个做法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 这个 点get的方式 点get后面 一样是接这个key 那只是说呢 get的话 如果说这个key是不存在的话 你就直接return now 这是不同的行为 它就不会跳错 那就是depends 你要的这个状况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做法 那我们来说说这个inoperator inoperator是在蛮常见的 对不对 大家有时没时就会看到这个inoperator 那我们事实上前面在list tuple 事实上都有看到inoperator 对不对 那这个inoperator 如果是string list 或者tuple的话呢 x in y 意思是说呢 这个x是不是呢 有在这个sequence里面 不管它是string list 或者是tuple 但是在dictionary x in y 意思是说是看看 如果y是一个dictionary的话 它是看说 x有没有在y的key里面 而不是在它的 不是check value 就是在check它的key 然后呢 所以这是一个不同 那另外就是说呢 另外就是说 你可以用这个key 如果你有一个dictionary的话 你可以用key 或者用value这个method 去把这个dictionary里面的 所有的key或者所有的value拉出来 所以你如果是做这个 比如说我们刚刚建构的这个 eng tocn的这个dictionary 如果点keys的话呢 它就会把这个eng tocn 所有的keys 全部拉出来 所以它就会跑出这个 2 3 4 1 这些所有的keys 然后呢 你如果把eng tocn 点values 然后呢 这个圆挂号的话 就把所有的values 所有这个 这个dictionary 所有的value都拉出来 就是这个 2 3 4 1 这样子 那当然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要的是 这个key value的pair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要key value的pair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个 这个点items 那点items 做什么事情 它就会把所有的 这个里面的key value 全部回传回来 每一个就是一个tuple 每一个是一个tuple 这样子 那第一个element是key 第二个element是value 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dictionary这个东西 就是说 是有很多用途 那所以我们这边 举一个是课本里面的例子 那课本里面是说什么呢 它就说 你事实上可以用来算计算 比如说呢 某个子串里面所有的这个character出现的频率 这些东西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我们来做 来定义一个函数叫做histogram 那它传进去是一个sequence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 是我们到时候会用一个字串给它传进去 那这个 那这个 然后呢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计算这个字串里面 每一个character的 这个出现的次数 所以怎么做呢 我们就先initiate一个additionary d等addition dict 圆挂号 对不对 就这样给你一个新的 空的additionary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sequence里面呢 一个一个element 用forque圈把它拉出来 然后呢 每一个element 我们就看看说这个element 有没有在原来的dictionary 如果它没有在dictionary的话呢 我们的技术就是先count1 对不对 因为它d是看到嘛 所以count1 如果说呢 它已经在dictionary的话呢 这边是 如果 这个是not in 所以else就是它是in in的话呢 我们就把它加等1 就是把它累加1 然后呢 所以这样子回圈跑完之后呢 就是它会走过所有的 你传进去的这个seq的里面的所有的element 然后呢 把每个element呢 去 就是去算它这个每个element 有没有出现 有出现的话出现几次 对不对 然后呢 最后我们把这个dictionary return回来 所以我们如果呼叫这个histogram 然后呢 给它一个字 比较长一点的 这个是brontosaurus brontosaurus是什么 你可以回去google一下 它是一种龙 应该是雷龙 就是雷龙是一种很大很大只的龙 然后你知道吗 为什么叫雷龙呢 因为它很大只 所以它脚踩的时候就像打雷一样 所以叫雷龙嘛 那 那把这个h印出来 那印出什么呢 大家可以稍微想象一下 那 它印出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说它的return的东西 第一次上是一个dictionary dictionary 所以这个h也是一个dictionary 那它会说这个a这个字串出现一次 b出现一次 o出现两次 n出现一次 s出现两次 r出现两次 u出现两次 一直类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可以拿来计算 像这边我们传进去的是一个stream 对不对 你实际上可以传进去一个list 同样的层次也会work 就不用做任何修改 也会work 它就会告诉你说某个元素出现几次 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相当方便 这常常也是我们拿来做dictionary的一个用途 那 那当然就是说这个有的这个dictionary 之后呢 你要输出这个dictionary 有时候呢 我们想要有一个比较漂亮的输出 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各式各样不同的 这个输出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这边就是一种 就是这个定义一个函数叫print hist 就是说是 我们要去印这个dictionary的内容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可以把它 把这个histogram 假设它是一个dictionary 然后用一个for回圈 是for key in histogram 这时候我们会 它会loop through 所有histogram里面的key 就是说你如果把这个dictionary 把这个dictionary 让它去loop的时候 它是让 loop 这个里面所有的 摆所有的key下去 下去 把所有的元素全部loop一遍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key 跟histogram的key 对到的value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照刚刚的这个 前面的这个histogram brontosaurus 然后print hist h 的话呢 它就会印出像 类似像这样子的东西 就是A A是一次 B是一次 O是两次 N是一次 S S是两次 R是两次 类似像这个样子 好 那 那 事实上还有别种做法 是不是 对不对 那比如说呢 你事实上可以用前面 我们说过 一个dictionary 是可以用items 把所有的pair抓出来 对不对 每一个pair 就是一个tuple 所以呢 你就可以用一个key value的pair 去接这个tuple 然后呢 把这个key跟value的这个词 把它印出来 这样也是可以的 那 所以这样子的 做法呢 就会跟之前得到很类似的东西 是一个 但是是一个不同的做法 是一个不同的做法 所以就是说 你事实上有不同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选择这样做 那样做 那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想要这个 这个出来的 你想要输出的东西 是做某种排序 照 比如说要照key排序 那你要怎么做呢 那你一样是把这个key抓出来之后 你把这个key 你用这个hist 就是hist.keys 把所有的key抓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key呢 用sorted的排序之后呢 然后loops 入这个排序之后的结果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有一个 就所以 然后呢 针对每个key 把它的值抓出来 印出来 这样你就会有一个排序之后的 输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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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ditionary 有些时候我们现在是 是key value 有些时候我们想要从value对到key 那怎么做呢 那 我们可以用 我们可以反过来对应 可以反过来对应 那我想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让各位了解一下 通常资料结构 我们在设计资料结构的时候呢 它都会good for some task 但是 不是 另外一些task 不是那么efficient 比如说像ditionary 这个结构的话 它 你键完之后呢 你要从key走到value 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要从value走到key 就不是那么容易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如果要做一个task 不是他当初设计来做的task的时候 你就要付出额外的成本 那像在这边呢 我们如果说呢 除了关心说 某个这个字 出现某个character出现几次之外 我们也关心说 出现一次的character有哪些 的话呢 那这时候呢 这个原本的dictionary的structure 就不是那么的efficient 所以我们就可以 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要建另外一个dictionary 来做这个对应 那因为说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比如说 我们前面是说 A出现三次 B出现五次 C出现五次 类似这样这样子的东西 对不对 那所以这时候ABCD 这是都是 就是你有几个英文字母 就是顶多就那么多嘛 但是你如果从 你如果要反过来对应的话 出现五次的字母 可能有一个 或两个或三个啊 那你要怎么办呢 那你如果要储存这样子的东西 你的key呢 会是整数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mutable 对不对 但是你的value 可能不止一个 对不对 这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list 来储存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list它是mutable list是可以长大的 list可以长大的 所以就可以 不断的把东西塞进去嘛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inverted dictionary 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传inverted dictionary 是传一个dictionary进去之后呢 我们做一个 其实一个inv这样子的dictionary 然后呢 我们就是for 我们就是走过所有的 原来传进去的dictionary的key 对不对 然后呢 把它的value抓出来之后呢 我们去看说这个value呢 也没有在这个inverted的dictionary里面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建一个新的entry 这个新的entry里面只有一个element 就是原来这个key 那如果说呢 这个element已经有了的话呢 我们就把现在这个key append到原来那个list里面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处理掉这个 所以这样子最后的结果就是说 本来是英文字母对到几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如果做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几次对到哪些英文字母 可以做这个事情 那所以呢 我们如果去run这个东西的话呢 所以这边这个inverted dictionary 就是我们前面对应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如果去执行看看 比如说呢 我们这个先建一个dictionary 是parod parod的histogram 每个字母出现几次 然后我们做一个inverted dictionary 然后呢 我们就再来把这个inverted dictionary印出来 那你就会想想看 你可以先想一下 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呢 parod的话呢 a出现一次 对不对 p出现一次 r出现两次 t出现一次 o出现一次 那这inverted dictionary 会告诉你说 e出现一次的有什么 有apto 出现两次的有r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 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 不是倒数第二个部分 是set 那set就是集合的意思 是集合的意思 那它跟我们平常熟悉的数学上面 那个集合事实上是很类似的 是很类似的 它就是要做这个 我们这个集合的一些运算 类似像这样子的事情 那它的这个 这个你怎么样定义一个集合 你实际上是可以用这个大挂号 就是这个curry braces 下去定义 就是说比如说你说 这个curry braces mary bobjohn 所以你就定义一个set 里面有三个element 或者你可以定义一个set 里面就有一个element 几个都可以 几个都可以 那set就是跟前面的这个tuple 跟list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set里面只允许 这个unique elements 就是说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是unique 就是要是跟别人都不一样 不可以有相同的东西 那你如果定义一个set 里面是有重复的element的话 这些重复的东西就会被剔除掉 就被剔除掉 比如说呢 你若定义一个cset 里面是11122的话 那这个两个e重复 就会被剔除掉 所以cset定义完之后呢 里面就只有两个unique的东西 就是11跟22 那它一样 它是immutable set跟tuple 或者跟string一样是immutable 所以它有些就是immutable的 变数的特性 那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操作上面的例子 就是说讲完这个特性之后 通常要去看它实际上是怎么样的特性 那 比如说我们现在定义一个 aset里面是有三个element 是1122跟33 然后呢 这时候我们说这个bset等于aset 事实上意思是说 bset跟aset是指到同一个区块的记忆体 怎么说呢 那我们来这个稍微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前面 不是说aset等于12233 所以aset会有一块 事实上是指到一个记忆体里面是有这三个数字 对不对 12233 那我们说bset等于aset 事实上是让bset跟aset 都是指到这块记忆体 对不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 我们说这个aset是什么呢 是aset 这个union 另外一个set是55 那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时候python就会建一块新的记忆体 找一块新的记忆体 里面有112233跟55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aset呢 指到这个新的记忆体 这是immutable的这个变数 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都是这样子操作的 那所以这时候你问这个aset是多少 它就是1123355 但是你如果问说bset是什么 bset还是指到原来这个地方 就是331122 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set是没有 set的顺序是不重要的 就是说你说 你说这个set1234567 它也许给你 照原来你的顺序 也许它没有照原来的顺序 比如说你说set是11233 那可能自己存放的是331122 顺序是不重要的 在set里面 那比如说呢 你的set如果说呢 是这个大象 长颈鹿跟蝸牛的话 那你看它可能存放的方式 是蝸牛长颈鹿跟大象 所以set是 顺序是不重要的 而且呢 你不能用这个整数去index这个set 你如果说买set0 你想要取得第0个element 不行 它不允许你做这个事情 因为set去 setD0个element 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吧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规定说 第0个element是什么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一个A list 是大象长颈鹿蝸牛大象猴子 所以你看这边有几个重复的 对不对 这个大象啊 有两个重复的 对不对 所以你做完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一开始 第一个list 那这个list 当然就是说 里面就会有这些东西 那但是你如果把这个list 转成set之后呢 它就会把duplicated的东西拿掉 比如说这时候大象只剩下一个 对不对 其他的本来就是只有一次 出现一次 它就会是原来那个样子 那而且呢 这个set呢 不support所谓的这个plus 这种operation 那比如说呢 你如果把一个set 加上另外一个set 是不允许的 不允许 它就会跳错 比如说set 事实上不允许 加这个operation 但是我们知道list tuple 是允许 它这是创接的意思 那你说set 那set可以做什么事情 set就是可以做一些这个 一些不灵的运算 后面会陆陆续续会看到 比如说 aset如果是12233 bset是122333的话呢 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你可以做union 你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做连击 那连击的话呢 它就会把两个set连击起来 就变成3322231112 对不对 就所有出现过的element 全部变成连击之后的set 那你也可以做intersection 你可以做交集 交集 交集是用这个and 这个符号 交集之后这两个东西 共同的出现就是33 那还有些别的东西 就是一样也是set的operation 你可以做差集 对不对 差集是什么呢 a集合-b集合 就是把b集合 把a集合里面 有出现在b集合的部分扣掉 对不对 所以12233扣掉什么 它会扣掉33 因为33在b集合有出现 对不对 那你可以做这个symmetric difference 那symmetric difference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是有a但是没有在b 是在a里面没有在b里面 或者是有在b里面没有在a里面 这个叫symmetric difference Symmetric difference 所以在这边呢 有在a里面没有在b里面 是1223 有在b里面没有在a里面 是1223 所以全部就是这个样子 那最后一个是这个datetime datetime datetime就是一个 就是专门处理这个 日期跟时间的一个资料结构 那它跟其他的 我们前面介绍的东西有点不大一样 因为前面介绍的东西 它有点像是general purpose 就是说你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觉得合适可以用 你就用 但是datetime这个datetime 这个datetime 是专门处理日期跟时间的 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东西 是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 这个日期跟时间的处理 那这个日期的时间处理 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这个 这个common的一个need 就是说大家都有这种需求 但是就是说 你如果每次都自己重新去处理这个事情 就是变得太麻烦了 所以事实上就是python 帮你处理好 帮你把这个datetime的处理好 帮你已经包起来了 就变成一个datetime 这样子的一个library 你就直接拿来用就好了 所以就可以节省你的时间 所以呢这个datetime 这个东西怎么用呢 那datetime就是拿来处理 然后呢 你要用之前你要先 import这个datetime 这个library 然后呢 有了这个 import完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做呢 就可以create这个datetime的 这个物件 那datetime的物件 的create方式 datetime.datetime 然后呢 假设你是要create一个物件 是代表2005年5月3号 就这样子 我把它叫d1好了 那你如果问说d1是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 代表2005年5月3号 后面一些0就是代表10跟分 后面会看到 那你同样你可以把这个datetime 印出来 印出来的时候 它自动把这个datetime的 这个object 转成一个stream 就是2005-05-03 然后0.0分0秒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这个标准的日期时间的表示法 这个是 就是 公用的一个标准的表示法 那 那当然就是我们前面只有指定 这个年月日 事实上你可以指定年月日 年月日 小时分秒 你可以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比如说你可以说 create一个object 它是代表2017年的2月5号 8点5分20秒 你可以做这个事情 叫D2 所以D2就会是这个样子 D2就这样 它就是一个datetime的一个object 里面有这么多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就代表2017年2月5至8.5分20秒 你如果把它印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转成stream 2017年02-05 然后是8.05分20秒 那当然就是说 你这个里面包含日期跟时间 所以当然可以说 我只要日期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说D2.date 它就会把日期的部分抓出来 做出一个日期的这个物件 或者说你可以用 你如果只要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 用D2.tai 把时间的部分抓出来 就是8.5分20秒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也蛮好用 就是说 它可以告诉你说 那一天是礼拜几 那一天是礼拜几 这个你自己算一天是很麻烦的 对不对 它就蛮你算好了 对不对 你可以说D2.date.weekday 那它就会告诉你说 那一天是礼拜几 那在这边 六是代表Sunday 零是代表Monday 所以是 一是代表Tuesday 礼拜二 然后呢 礼拜三是二 类似像这个样子 那你当然也可以问说 today是什么时候 比如说today是2017年的 8月22号之类的 那它return就是一个date的object 那当然就是说 D2.我们前面建构的时候 有年月日小时分 所以你可以把每一个element抓出来 所以就是用D2.year month.day.hour.mini.second 去把这些东西抓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看 人家已经帮你这么sortfully create了一个这样子的 这个object 那还不止这样 你事实上可以做一个小时 日期时间 事实上我们最头痛的部分是什么 是日期跟时间的运算 怎么说 有时候我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从这天到这天到底差几天 那它这个东西已经帮你做好了 那比如说呢 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定义两个object 一个叫d3 d3是1998年的2月5日8.5分20秒 d4是1999年的2月1日22.4分15秒 那你如果把这两个东西相减 会怎样呢 我们说d4-d3 放到一个新的object 这个diff 那这个diff呢 就会是一个所谓的time delta的物件 time delta就是时间差的物件 那这个时间差的物件 里面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几天 一个是几秒 所以它的差是几天再加上几秒 这样子的一个表示法 这样子的表示法 所以你如果把这个diff这个物件印出来的话 它会把它转成自串 它就转成 它就说就是361天 然后呢13个小时58分55秒 所以这个13个小时58分55秒 就是这个50335秒 你可以自己不信你自己回去算一下 所以它就是告诉你说 这两个的时间差是361天 又13个小时58分55秒 这个样子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diff里面的这个几天的差 361天跟几秒 把它直接用这个.days跟.seconds把它拉出来 这也是可以的 那还不止这样子 这个时间差之外呢 你还可以做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time delta的这个物件 去做一些这个时间的这个移动 移动 那怎么做呢 就比如说你现在想要就是说 你现在如果定义一个time delta的物件 是三天四秒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time delta 下去平移这个时间 比如说呢 假设我们现在定义一个这个d5 这个day time 是2000年的1月1号 0.0分0秒 那我们把d5再加上diff2 diff2就是三天又4秒 那这个新的这个d6这个时间呢 就会是就会是原来那个时间再加上三天零4秒 就会变成2000年的1月4日的0.0分4秒 好不好 所以它是很方便的就是说可以帮你做一些时间的运算 这些东西你自己做都是非常麻烦的 但是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这个这个线程的这个time 这个datetime的这个library 帮你做好 那最后就是说呢 有些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这个datetime的这个object 把它用一个字串的方式把它把它这个显示出来嘛 那所以这个东西最简单的就是说 你直接把这个一个datetime的object 转成string 它就会帮你做出这个标准的表示法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 就直接用string去把它转换 那有些时候你会说那我要有自己的格式耶 比如说呢 如果说你只要这个日期的部分 你可以用sdrftime 的这个message下去做 就d7 d7是我们这边建的这个datetime的这个object 你会说那你告诉他说我只要 只要年月日就好了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就会照你指定的这个格式把它印出来 中间这个趴线y是代表年份 趴线m是代表这个月 趴线d是代表日 那这边这个都是有两位数的 那y就是代表是一个四位数的一个数字 那事实上呢 这个就有非常多的弹性 比如说你可以说我要用一个比较是美式的表示法 我要这个年是拼出来的那个 比如说五月是may 这样子 然后呢 后面是接几字 然后痘点几年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直接用 用这个不同的格式来表示 你用趴线d 趴线b 空格趴线d 痘点趴线y 这样他就会把这个趴线d呢 趴线b 就是在这个函数的 在这个sdrftime的这个定义里面 他就是是月份 然后是英文的这个全拼的 全拼的一个这个表示法 那趴线d就是几个即 就是 就是几日嘛 这边有出现 趴线y就是这边有出现 就是2002年 那你甚至也可以做一个完整的表示法 就是说年月日十分秒 对不对 像这个样子 h是代表这个10 大写的m 大写的s代表分跟秒 或者说你想要用 这个是24小时字的 你想要用这个上下午的 也是可以的 这边就把它改成%i %i的话就是上下午字的 那上下午字的时候呢 你后面还需要是上午下午 是用个%p来表示小写的 然后你甚至可以叫他显示 那一天的这个是星期几 用%大写的a 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 那这个 另外一个 也是我觉得非常好用 就是他可以从字串 直接转成daytime的object 那这有很多时候也是常用的 那但是就是 我们自己在做这个事情 像我们前面有 上上个礼拜有看到一个例子 是从YMD 转成DMY 自己做字串的切割 对不对 那有些时候这个东西就是 有各式各样的可能性 对不对 那这个daytime的library 他帮你做好一套东西 你只要告诉他你的日期的格式 日期或者日期跟时间的格式 他就自动把你转换了 非常的棒 比如说你的日期时间的格式 就是像这种是标准的2007年的 这个3月4号的21.08分12秒 那你要转成daytime object 你要把这个 这个日期的这个stream 传进去 告诉他是%y%m%d%h%m%s 那自动就帮你去处理这个字串 把它转成一个daytime object 变成这个样子 非常的方便 那其他的形式呢 你可以做 你只要调整这个格式的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是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介绍 当然有一些就是还有别的东西 他还有别的 一些格式的表示 我们就忽略不讲 自己有兴趣可以去看 是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说 一个python 资料结构的介绍 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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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ne 天真 您好 您好 我 爹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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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